学习健康知识,追求美好生活 您现在收看的是微瓦健康点钟点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微瓦健康点钟点 我是宝旧老师 那今天呢,共同跟大家聊一个衰老的话题 共同来深挖一下微瓦的抗衰系列 是如何帮助大家抗衰逆龄开拓青春活力的好吗 首先啊,我们说,如果想预防衰老 如果想把自己动铃 那第一步是什么呢? 不是去想吃什么东西,做什么样的运动,如何去做西 而是去想一想衰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法 首先,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那经过我们的发现呢 五大衰老问题呢,已经给大家深刻的抛弃出来了 首先第一个,细胞衰老 细胞的整体的衰老呢,代表着人体的衰老 那还有第二个,激素失衡 那激素呢,很重要 它是通过大脑啊,它发射了一些激素 连通各个脏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信号 如果激素失衡呢,也会体现出我们人体的进行衰老了 那除此之外,还有大脑功能的衰退 大脑呢,是统领全身的总指挥部 如果大脑出现了衰老,那人也开始衰老了 那第四个是修复痴患 我们知道,那如果晚上睡不好 每天,白天呢,不能吸收天地的精华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脏器不能够得意好好的休息 哎,整体的你的器官开始衰老了 人体也开始衰老了 好,最后一个,加速氧化 我们都知道,无氧化无疾病,无氧化无衰老 氧化产生很多的自由基,就是导致我们衰老的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今天的五大原因呢,已经帮大家找到了 接下来咱们直击五大原因,来共同把它解决 打赢五个抗衰老战,好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解决细胞衰老 首先啊,为什么说细胞的整体的衰老呢,代表着人的衰老呢? 这要从人的构成说起了 我们人呢,从一个小小的射精卵进行增殖分化 长成一个完整的个体,有组织器官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这些呢,所有的组织器官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 大家知道吗?人呢,是由60到75兆一个细胞所组成的 这一辈子都查不完,非常非常多 所以说,细胞整体水平的衰老呢 其实是可以代替,代替或者代表说人开始衰老的的 嗯,那我们就要探索一下 细胞到底为何开始衰老了呢? 经过研究发现,细胞当中的腐霉1水平下降是导致细胞衰老的原因之一 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腐霉1 腐霉1呢,就是燕心胺腺飘零双核肝酸,又称腐霉1 诶,这个腐霉1啊,参与人体的上千种的氧化化原反应 大家都知道,人体细胞的代谢,整体的这个生活呀 起居呀,都是在不停不停的反应当中 对不对?所以这个腐霉1很重要 它为什么叫腐霉1呢? 从自面医生来理解,它就是人体当中顶级重要的腐霉了 它呢,可以为细胞提供能量 可以激活所有的长寿蛋白基因 可以激活免疫系统的信号,还可以修复DNA 这个怎么去讲呢? 这个腐霉1啊,首先它能够为细胞提供能量 它能够进入到细胞当中去 作用于细胞这个工厂当中的动力站 就是线粒体,管它是啥呢? 这个东西呢,它可以帮助细胞的工厂动力站产生能量 大家想一想,如果细胞充满能量 那人体是不是充满能量呢? 充满能量的人体一定不是衰老的 第二个,它是可以激活所有的长寿蛋白 在人体当中呢,有七大长寿蛋白 可以帮助我们正常的代谢延缓衰老的 那这些长寿蛋白呢,有的长寿蛋白呀 就非常非常的,嗯,在身体当中呢 就非常非常的自主帮你抗衰 但是有些人身体当中的长寿蛋白呢 如果不去管教它,不去督促它 它就开始不干活了 那这样人体呢,开始逐渐的衰老 而这个辅满一呢,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激活长寿蛋白家族 去看着它干活 那第三个呢,是激活免疫系统信号 我们都知道啊,在古代行军打仗的时候 谁跑在最前面呀? 绝对不是将军,也绝对不是主力军 而是谁呢?而是侦察兵 那这个在免疫系统当中呢 这个侦察兵呢,就是辅满一 辅满一呢,可以帮助免疫系统 先发现细菌,病毒,真菌侵入人体 从而呢,回来告诉它的将军 告诉我们的免疫系统,把它杀掉 所以说它很重要 它可以激活免疫系统的信号 那第四个呢,是修复DNA 那这个辅满一为什么还能修复DNA呢? 我们都知道,DNA修复 又需要一种酶,叫DNA修复酶 而这个辅满一呢,就是DNA修复酶唯一的原材料 所以说,它是不是很重要呢? 都可以帮我们修复基因了呀 那如果人的基因不紊乱 基因受损了之后,可以马上被修复 是不是可以延缓细胞的衰老呢? 从而延缓人体的衰老呢? 那这个时候啊,很多人就开始想了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补充辅满一呢? 我只天天吃辅满一,天天用其他的方法补充辅满一 是不是就可以延缓衰老了呢? 理论上是,但是实际上不可行 为什么?因为辅满一啊 它是大分的物质 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去 哎,聪明的人类就开始想了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提供这个辅满一的原材料 在我们的细胞当中 让我们的细胞形成属于自己的辅满一呢? 哎,这个原材料就是NMN 所以说呢,NMN一经发现呢 就备受广泛的关注 曾经有八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呢 为他站台 还有顶尖的杂志争相发表了 关于NMN的诞生 但是这边 美国的NASA 美国的航天局呢 也是用NMN来帮助宇航员 减少太空的射线 太空的失重 造成的对宇航员的基因 对宇航员的肌肉萎缩 造成的一个伤害 当然了,为了支持NMN 真的是可以抗衰的 那美国哈佛大学的 David Sinclair教授呢 还做了一个小实验 他招来了这个小灰鼠 给他吃下了NMN 连幅七天 我们发现了 原本相当于人类 60岁的小白鼠 却逆龄到了20岁 确实有效 那当时呢 他做完这个实验之后啊 整个结果出来之后 非常震惊世界 那他也因此呢 获得了在2014年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 那这个全媒报道呢 是来自于国内的 大家知道 世界十大全媒媒体当中呢 有一个是来自于 我国的人民日报 在人民日报的 健康客户段当中呢 有多篇连载了 关于NMN 关于抚眉衣的文章 这也说明啊 NMN可以抗衰 已经不是在国外 只有在国外的秘密了 现在呢 中国人越来越多的 都了解到了NMN 所以今天 如果大家还在想 NMN到底能不能抗衰 我相信 你就和时间 跟你的健康 又晚了一步了 嗯 我们说威娃呢 要做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NMN呢 可以实现单纯的抗衰 但是我们还要通过 传统智慧 实现复合配方 一加一大于二的功能 所以说呢 在我们的NMN 至尊版当中呢 还特意添加了 新一代的百里如纯 紫檀奇 紫檀奇呢 相对于百里如纯来说呢 它有超强的 抗氧化的能力 那它的抗氧化能力呢 是百里如纯的五倍 可以帮助我们 重返年轻 那接下来呢 给大家介绍的是 对抗杠精的小妙招 很多朋友 特别我身边的朋友 都是学营养学的 所以他们说 我想通过自己的食补 我吃一些蔬菜 吃一些日常的食物 是不是可以获得NMN呢 这个确实是可以的 但是你做不到 为什么这样去讲呢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想补充 我们一粒 NMN至尊版当中的 NMN含量 就是100毫克 需要吃28颗西兰花 60盘牛肉 相当于80斤 还有1800只大虾 我想问一问 哪位朋友能做到 天鹏元帅都不敢 夸下海口啊 所以说呢 单纯的通过食物当中 微量摄取NMN 远远不能够达到 为我们抗衰 为我们实现 这个抗衰健康 其前逆龄的功能 所以说 如果有朋友 还这样去讲的话 你一定要把这个图 拿给他看了 当然在我们过往的节目当中 微瓦健康点钟点 为你画钟点 我们推荐了 选择NMN产品的 六选标准 首先选择 跨境电商平台 购买NMN产品 为什么呀 首先 它在美国被发明出来的 那国外的技术比较先进 我们当然通过 正规的跨境电商 买最先进研发出 NMN产品的地方 进来的NMN了 就是我们的微瓦 NMN至尊版 还有选择 评线有明确标注 NMN成分的产品 有很多产品啊 写着NMN 但它的配料表里 却不敢写 为什么呢 很多的冒充NMN成分的 当然你拿起来 我们微瓦的至尊版 你可以看到 背后面的两条白色的是 共同来标注成分的 那第一条就是写个 β-NMN 就是明确标注 有NMN成分的 当然了 选择像微瓦 NMN至尊版这样的 纯度大于99%的产品 当然纯度越高越好了 选择美丽 NMN含量在100毫克的产品 为什么这么去选择呢 首先100毫克呢 是技术含量 在我们搭配的时候 根据不同人的不同需求 可以方便的配舞 所以我们这样去推荐 那除此之外呢 选择有FDA资质的 NMN产品 更安全 选择负荷配方的 NMN产品 可以实现 1加1 大于2 所以说 这一款 微瓦NMN至尊版 你是不是够了解了呢 那也帮助我们共同解决了 第一个问题 就是细胞 衰老 导致的人的衰老的问题了 接下来 咱们努力攻克第二个问题 就是激素失衡 提到激素失衡 大家都会想到 微瓦的蓝美人精华素 对不对 蓝美人精华素 非常简单 涂在你的不同的窝的位置 经过简单的按摩 它可以透皮吸收 促导人体自身产生HGH 帮助我们 去对抗激素失衡 让我们更加的年轻 我们说呢 HGH的水平下降 导致的激素失衡 会引发衰老 那首先 HGH是什么呢 它是人类生产激素 统领着整体的八大线体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们发现呢 HGH和辅美一一样 随着人体 人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呢 它是逐渐的减少的 那缺少HGH 就会容易生病 吸脑血管问题 也会出来了 失眠 男女性欲的降低 容易加速衰老 还有骨盖流失等等 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都隐喻而生了 所以这HGH 千万不能少 大家要时刻关注了 HGH呢 跟NMN一样啊 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在国外 非常非常的火爆 很多健身教练呢 都要用啊 还有我们的 很多好莱坞的巨星 制片人 都在用HGH的一个产品 威望蓝美人净化素呢 好一点好在哪里呢 它跟NMN是一样的 它把它透皮吸收 非常的安全 透皮吸收呢 进入到人体之后呢 它可以促导你人体 自身产生HGH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多的产品呢 让你去注射HGH 这个我不敢苟通 如果这个HGH 到底是谁身上的呢 为什么要注射到 我身体当中呢 所以说啊 通过蓝美人净化素的作用 让你的人生 让你的身体 让你的身体 自身产生属于你自己的 我们的HGH 更加安全 那我们的V1 蓝美人净化素呢 它其实呢 也采用了复合配方 实现一加一大于二 在蓝美人净化素当中呢 我们还加入了非常非常多的 天然植物精华的一些精油 不仅呢 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溺灵 同时呢 还能够帮助我们去养护肌肤 比如说金盏花 金盏花呢 就有很好的抗炎镇静的功能 以前我是敏感肌 我经常用 这个金盏花的一些成分 来帮助我 镇定我的皮肤 保护我的皮肤 所以又是一款 很好的抗衰产品 帮助我们解决了第二个问题 打响了抗衰的第二意 同样 我们在Viva健康点钟点当中呢 也给大家推荐了 HGH产品的四选标准 第一个 选择有NDC认证编号的 HGH产品 选择吸收率高的 HGH产品 大家知道吗 我们的HGH 我们的蓝美人精华素 透皮吸收 但是它的吸收率呢 是净品的15倍哦 同时选择乳霜状的 透皮吸收的更加安全 选择复合配方的 更加的有效 那第三个问题 我们讲到了大脑功能紊乱 大脑功能的失衡 也会导致人的衰老 所以说呢 Viva的免疫聪明小QQ 就帮助大家解决了 关于大脑的问题 一个是大脑功能衰退 可以改善 同时呢 还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抵抗力 大脑功能衰退 经常表现在最初期的一个现象呢 就是脑疲劳 比如说我们经常 白天的时候非常困 想问题非常的迟缓 做出反应和判断 经常是错误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留意了 当然除了留意你自己之外 还要留意我们年迈的父亲母亲 还要留意正在学习 需要用脑的孩子们 你会发现 最开始的大脑疲劳 如果你不会去关注它 长此以往 就会演变成一些脑部的一些疾病 心血管的疾病 就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了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出现问题之前 及时的去干预和预防它 用我们的营养素去干预和调节 让你变得更加健康 那免疫力下降也会容易生病 但是今天呢 免疫聪明小QQ 帮助我们同时解决了 大脑功能衰退和免疫力差的问题 是不是非常棒 在此 保际老师代替大家给他一点掌声 解决了大脑问题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价义象 就是帮助我们解决人体修护 迟缓的问题 刚才也讲过了 比如说夜间 夜间我们的各个脏器呢 是得以修复的 懂中医的朋友都知道 每一个时辰 其实是对应着我们不同脏器的 休息和排毒的时间 如果晚上睡不好 你会发现白天起来之后呢 整个人是非常丧的 对不对 整个人是没有任何的精气神的 其实就是因为你的脏器 你的大脑都没有被休息好 对吧 前几天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同事 王老师跟我跟我说 他做梦了 做了一个老长的梦 非常复杂 然后他没睡好 醒了好几次 然后梦这个梦啊 一个梦连一个梦的 他梦到他这个 投了三十多万的股票 就剩五万了 非常搞笑是不是 但是这也是侧面的说明呢 他现在呢也需要用我们的这个产品 营养素去干预他了 这样呢让他晚上可以好好休息 白天呢才有更多的精气神 当然白天呢 其实也是修复的过程 晚上每个脏器得以修复 而白天呢要吸收天地精华 让你更有精气神 所以说白天要精神 晚上要睡得好 那这里呢就是RR 我们的我们的这个 refresh还有relax RR两款产品 我们的幻心疏宁 就可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包括它里面呢 贴上了非常多的硬酸啊 一些矿物质啊 还有一些有益菌类 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 我们的身体对抗衰老的 那在这里呢 在我们的幻心当中 加入的这个高利参 想特殊介绍一下 大家都知道呢 高利参呢 产自于原产自于朝鲜半岛啊 所有的身类有一个共同特点 它有个功能 就是浮正气 我们都说呢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正气不足呢 就容易生病 所以说提升正气是很重要的 这个我们的高利参 就可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还有西藩莲花 西藩莲花呢 存在于我们的树宁当中 西藩莲呢 可以帮助我们自然入睡 大家都知道吗 睡不好 我觉得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鼠羊鼠到睡不着 很难入睡 还有一种人呢 我倒是能睡着 但是呢 我半夜经常醒 睡不好 那比如说西藩莲花 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两个问题 一个是自然引导我们 可以很容易的睡着 而且在睡着的过程当中呢 又不容易醒 当然它不是安眠 而是天然的植物成分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睡眠 对吧 所以说晚上睡得好 白天有经济神 你是不是 可以修复你的身体 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年轻呢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如何来对抗 氧化的问题 就是通过我们的紫期东来 紫期东来呢 可以帮助我们激活细胞 抗氧化 免疫 美白和消炎 当然最主要推的 我觉得它的功能呢 是抗氧化 还是那句话 无氧化 无衰老 无氧化 无疾病 如果真正的可以对抗的 全方位对抗COG 去抗氧化的话 我相信人不会老的 那紫期东来呢 就可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在紫潭期 还有结果木煤 白溜卢醇 刺离 这些核心抗氧化的 这个成分的作用下 还加入了非常多的天然的 来自于植物的 我们一些很好吃的水果呀 还有一些养护型的植物精华 帮助我们实现 全方位的抗氧化 那这样一来 大家想一想 五款产品 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 解决五大问题呀 五大衰老问题都被解决了 你想想 你想衰老还容易吗 所以说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的 微瓦的抗衰系列 就到这里了 也希望大家呢 可以跟着微瓦的脚步 继续向前 我们共同来 使用微瓦产品 共同抗衰 共同去分享 让更多的人实现抗衰 共同开启 健康家 美丽家 快乐家的 微时代 好了 本期的微瓦健康 点钟点就到这里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